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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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对李宗盛来说 性命只能排第三位 第一位并不是你 而是功名 丫头 我跟你打个赌 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等你一个人哭鼻子的时候 别让我看见 放心 你不会看到那一天 前面就是吕家村了 您和小姐约的就是这儿 前面就是我家老宅子了 城中的房子被查封以后 全家人应该都在这儿 也不知道小姐逃没逃得掉 明天能不能赶过来 柳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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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机之苦 终于生 终于死 终于情意 终于沦场 你们两个去那儿搜 快过来 在这儿 大人 大人 刚才追踪可疑麻风病人的士兵被杀 一定是他们 走 是 是 怎么了 二少爷让小的告诉夫人 探子有了工资的踪迹 想不远快便能找到 同时二少爷让我再问夫人一次 夫人的心思想不远 一遍没遍 是否和元叔的做 告诉二少爷 没遍 坐吧 是 我跟他们约好就是这儿了 嗯 那就到这儿吧 回去之后呢 我就会说你因为救我而死 父亲难免会难过一阵子 但不会追究 从今日起 你们两个就 双宿双飞浪迹天涯吧 你肯改变心意 成全我和一哥 我很感激 但是你伤得这么重 待会儿 我们还是一起先把你送回王府吧 我并不是要成全你们 我只是报你的救命之恩 反正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接受的 我更加没兴趣 看你们两个在那儿谈情说爱 走了 小姐 东霖 东霖 易哥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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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哥呢 小姐 别跪了 都已经跪了好久了 他们全家 都因见其而死 一切都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儿死的 都是我害的 起来 你再自责他们 也不可能起死为生 东霖 小姐 别削了 你的手都出血了 我的女人不许干这种错误 谁是你的女人 现在仍是 不必难过 很快 便能如你所愿 可是李少爷还会回来吗 他不会不会很小姐啊 他若回来 我感激他 用一辈子去换他 他若不回来 我也不怪他 用一辈子去帮他 你想怎么帮他 你想怎么帮他 任何事 只要他想 只要我能 见急 你 见急如何 你若 你若肯跟我回去 有朝一日 我若成功 必会赦免他的见机 你若想帮你若呀 起来 小心 小姐 驾 草当心 上 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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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三哥 你这臭小子 要是再来晚一步 可要帮你三哥我收尸了 三哥还没见老七最后一面 怎么舍得有事 下官来迟 望姓公子恕罪 姓公子 下官来迟 还望姓公子恕罪 就地就休 请起吧 都是一家人 何必多礼呢 说 谁指使你们呢 就饶你们全家不死 报告 黑衣人已经咬毒自尽 是 世子肯派人 自然是确保万无一失 三哥 这位莲姑娘 就是我那个大名鼎鼎的小嫂子吧 是不是小嫂子 就要看她自己怎么选择 你怎么选择 既然姓公子 平安无事 那骆青莲就攻城身退了 让她走啊 三哥 你知道世子在父亲面前告你什么吗 他告你谋害世子 殃祸百姓 他走了 没人能证明你的清白 何连信 你想食言吗 大胆 您哪儿也去不了 你要随我等回府 证了信公子的清白 事情解决之后 再放你又有何难 又何难 公子愿意放我 王爷又愿意吗 夜长梦多 未免再另生事端 那也是你的命 信公子成全你 那是信公子的善心 你当真以为 你一个碧妾可以自己做得了主吗 三哥 这有个主意啊 不嫁吕北义 你会痛苦多久 一生 那你走吧 七弟 三哥 你怎么了 这是你的命 乙公子为言耸听了吧 虎毒不食子 王爷就算再生气要责罚 最多 也不过是把公子席绝的资格剥夺了 怎么肯杀他呢 王府又合同于平民百姓之家 失去了父亲的信赖 无法施展报复 完成毕生所愿 与死又有何意 我赫连已向来眼高欲敌 我赫连已向来 没有求过神 可今天 起地求求莲姑娘 救救三哥 求莲姑娘随心公子为常 我这是 你的贵我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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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快晚了 我想再等等 他一定会来的 是 我告诉你啊 谁都不能杀害你 你自己也不行 知道吗 我一定赦免你的剑机 人各有命 记得我第一次见姚夫人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女人的一切都是为了男人 这就是女人的命 我回答她 我想要过我自己的人生 掌握自己的命 以前我没有做到 以后还有机会吗 姓公子 你曾疑惑这世上 是否能有一无所求的真情 我却不已 我愿清静一切 只求一人白首不相礼 我以为 我以为 那个人也这样想 我以为 我以为 无所欲 爱恨起伏跌宕 红烛光 姓公子 我愿意跟你回去 祝你完成大业 永不背叛 永不逃跑 但你也要记住你说的话 若有机会 就帮吕北义除掉剑剑 若我能拥有权力 必会帮吕北义赦免剑剑 这是我贺连信对你的承诺 一书为师 他们说这是白发齐眉的意思 祝你一难 人在盼 挥手望如梦如幻 云我在灯火阑珊 只守望星辰浩瀚 一滴泪掀起波澜 只为你一笑 掩扬 你留在对岸 河水绕着弯 曲终人未散 长夜路漫漫 整个三生的石板 奈何时 今生远迁 带落花飘散 痛流入心痕 阳翻的夜晚 情深与你 相伴 封决典一开始 宁天顺时 寿资明命 宁曲梁安王 贺云朔 请赵之囚 受决于安王朱子 其知长子贺连伯 册封为郡王 其知四子贺连休 册封为本围将军 其知五子贺连佐 册封为镇护将军 布告四方 贤使闻之 臣谢君上圣恩 都起来吧 军封为本王的请兆 那是对本王的信任 可是有一件事本王觉得 愧对军尚 这件事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 这前些日子在夜灵的路上 从山上掉下来很多大石头 砸死了一些百姓 本王突然想起来 痛心啊 都说现在是取粮的太平盛世 这石头掉下来 太平吗 砸死了人 是盛世吗 那有人说 这是天意怪不得本王 这司法宽说如果是天意的话 那本王要求老天的庇护 本王也败了 可是这几天啊 本王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这想来想去 这不是天意 而是人话 我来接 儿臣在 跪下 是 你说那大石头 是冲到老三去的 是 他逃了 逃了 逃了怎么会受伤 是作家骗本王 逃是真的 伤也是真的 伤是为救百姓所伤 你说他不顾自己的生死 去救老百姓 奴婢亲眼所见 荒问之中 你如何看得清楚 奴婢逃得快 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么多男人都逃不掉 你一个弱女子 你怎么逃掉的 因为奴婢 早有准备 早就准备好了 早就准备好了 什么意思啊 你说你早就想逃了 说老三对你不好 姓公子对奴婢很好 可就是因为这份好 才成了奴婢 不可饶恕的罪过 你说辉儿的死 王爷 王爷 奴婢的婚是王爷赐的 奴婢至死都感激王爷 可奴婢的命 同样也是王爷给的 如果就这样 白白地断送在公子弟 奴婢岂不就是辜负了王爷 你知不知道 你的话与世子是南辕北辙 而老三又说他全忘了 你们合起来 给本王出了一道难题啊 奴婢不知道姓公子说了什么 更加不知道世子说什么 奴婢只知道 奴婢所说全是亲眼所见 没有一句谎话 虽然您并未亲自看见 可奴婢相信 王爷的心是明亮着的 王爷 派去查时的人回来了 人心人得 《猴婢 dominate死人》 ification ус deadline 三公子赫连幸 人心人得 blocking government 爱民如子 奉赵德将军 臣谢君上圣门 儿臣谢过父亲 你要谢的不是本王 带骆青莲 来 奴婢叩见王爷 骆青年护驾姓公子有功 重情重义 忠庸可嘉 赐先王妃御敌一支 可终身免死 来 骆青年 以后你就安心待在姓公子底 奴婢谢王爷恩典 来 都起来吧 老二 父亲 你可知道本王为何要请兆 册封你这几位兄弟啊 父亲是想激励各位兄弟 建宫立业 本王是想激励你 本王是想激励你 你 父亲 我 看咱被王是错了 好了 最近不用来问安了 好好在你世子底思过吧 只要弄了 他也不想见回他 你不想看再来 我不是想开心 朋友们 是在周围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我哥,我最好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才在父亲面前为何瞒下世子要杀我 正因为瞒下了受罚的才是世子 若是说了受罚的便是公子 公子说什么都忘记了 不也是同样的想法 又何必再来问碧妾 碧妾 从今往后 骆青莲便是信公子的碧妾 恐怕这一生一世都要福祸相依 修气相供了 是谁 什么 杀辉尔的 不是你 是谁 碧妾没有证据 但可以性命担保 是穆海耀 从此刻起 你将与过去彻底作别 此后你的人生除了助我得势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好好地活下去 从此刻起 乒乓公子 帷顾 公子 公子 受封昭德将军 公子 公兵公子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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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摆一点 夫人 公子回来了 慌什么 公子还要看戏 没这么快回来 看戏 是啊 看夫人的一出好戏 怀蕊 你这是做什么呢 妾身向公子请罪 你把家里打理得规规矩矩 哪有什么罪啊 这些天公子在外受苦 久死一生 妾身身为公子发气 并不能随事身前 请公子责罚 那哪是你的错呢 更何况你不是派了方儿阁吗 是派了 柯尔阁 在看到公子受困 俺便不懂 是吗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人太多 吓坏了 还是帝太师马塔华了 都不是 是妾身吩咐的 可惜呀 府里嫡夫人的位子再好再高 也好不过方氏一族的尊容 妾身自作聪明 以为有人加害公子 想等其出手抓实证据 却没想到公子几乎遇险 妾身愚蠢 妾身愚蠢至极 没有脸再当姐妹们的表率 请公子废数切身 敌夫人之位 请公子三思 夫人贤良输得人人皆知 请公子体恤夫人的丧子之痛 不要责怪夫人 请公子体恤夫人丧子之痛 不要责怪 行了 怀蕊 怀蕊 方氏一族的尊容如此重要 所以我才必须历劫归来 好让我能够欲火重生 不然 我怎么配得上 做你方家的女婿 你说对吗 怀蕊 谢公子体恤 所以我怎么会怪你呢 来 起来吧 都起来 起来 听说公子平安归来 并获封爵位 莲姑娘功不可没 我 夫人过奖了 陛妾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我的女人当然要与我同生共死 苏南春 在公子 命人好好收拾收拾莲微居 从今日起 莲姑娘不再助流云小珠 是公子 妹妹 你就安心住下吧 算是没有辜负姚妹妹的一番口心 对了 对了 咱们不见海瑶呢 这几天我一直劝她 没想到她还是不肯见公子 什么事 是世子 这次灾祸 听说姚妹妹提前从世子那儿得到什么消息 可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给压下了 夫人 您果然没有料错 公子和莲姑娘已经过来了 而且公子果然没有发弟夫人 公子要得势 还要依靠方氏益族的扶持 怎么会就轻易发了的 只可惜我自认为精明 却看错了枕边人 还有那个洛青莲 问公子安 你家夫人呢 疾病公子 夫人病了 什么病 公子出世这几天 夫人担心公子的安危 茶饭不思 夜不安寝 奴婢们怎么劝都劝不动 今日听说公子回来了 夫人高兴得不得了 一大早就起来了 可谁知 刚准备出来迎接公子 竟然就晕倒了 那请过大夫了吗 请过了 王府的张医官就在里面 还请各位夫人 姑娘 在外面稍候 等医官瞧过了 奴婢再来 不必了 既然姚妹妹不舒服 我们更要去看看她 见过新公子 恭贺公子授封昭德将军 行了 姚夫人的病 再贺公子 这姚夫人定没有生病 而是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如画 说三个月的身孕 也许是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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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使用一身孕 现在是有三个月的身孕 来 坐 姑娘 这莲威居离魏西迟最近了 风景特别地好 之前莫夫人有身孕的时候 想从廷兰阁搬走 公子硬是没搭茬 如今赐给姑娘了 足以见得 公子对姑娘的厚爱 小姐 这里真好看 比绿云小处好多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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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从纷乱的尘埃 换不住落来 才懂得尘世的美 为何而在 俗修守住心中 执着的黑白 才晓得达到指尖是爱 当愿 似人身伴用来 无论经历什么 无法徘徊 江山海岸河奈 我对你的诺都在 无惧这土燕石道俗爱 有无其宅 月落星三明海 我对你的诺都在 生生世世 都随心怀 永不开